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SM娱乐的历史 1981年,以歌手跟主持人身份在演艺圈活跃活动的29岁伊苏曼 为了学习计算机工程,去美国留学了4年 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因为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以及NTV的文化影响 就开始有了当娱乐经纪人的梦想 在1985年回国的伊苏曼,为了能够再次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就走了红中啊做曲家发表了新专辑 但是成绩并不是很好 所以伊苏曼放弃了当歌手,开始准备创办经纪公司 这个时候,伊苏曼决定将黑人音乐带到韩国市场 于是就参考了美国歌手Papi Bro 当时Papi Bro是跟两位舞者组成三角队形跳舞 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因此伊苏曼也计划成立一个三人组合唱跳男团 而因为当时只要是会跳舞的人都会去夜店跳舞 所以在具体的计划完成后 伊苏曼就开始出入各大有名的夜店寻找人才 然后在Moon Knight夜店拼起了之后成为Satagewide经纪人的Chair Jiner 而Chair Jiner先是将伊苏曼跟Henjinjin介绍给伊苏曼了 在经过审思后,伊苏曼选定Henjinjin成为自己的一号歌手 1989年,伊苏曼在首尔从Papi Bro设立了SM企划 之后由洪琼瓦开始培训Henjinjin 同时他们也召开了舞蹈选拔赛 在那里发掘了Kujino跟Kanwenle 让他们与Henjinjinjin组成了三人组合Henjinjinjinwa-wa-wa 1990年发表了Henjinjinjinwa-wa-wa的第一张专辑 之后以后续取Supermanekin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不过后来因为Kujino跟Kanwenle要去当兵 所以伊苏曼就带来了伊苏曼跟Kanwenle组成了Wawa二期 但是在第二年,Hen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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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因为吸大麻被捕 Chair Jiner,Chair Jiner,Henjinjinjin,Hungjuan等SM工作人员 都收到了警方的调查 因为这件事情,Chair Jiner就跳槽成了Satage的经纪人 伊苏曼与Kanwenle也去了别的公司 两年后,伊苏曼出道了 1992年,刚退伍的余英姐 为了当歌手去过很多经纪公司面试 但是都被淘汰了 他抱着最后的希望 将自己制作的音乐CD接到了SM企况 得到了伊苏曼的青睛 从而进入了SM 1992年4月,Satage出道后 马上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看到这个现象的伊苏曼 重新找来的Hen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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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JK 发表了第二张专辑 导致专辑也被检方全部没收 给SM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 之后虽然宇佣景也出道了 但是因为成绩不好 所以公司陷入了危机 制作人兼作曲家洪中啊 也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SM 1995年 这个时候的SM公司 只剩下宇佣景跟几位年纪小的练习生们 于苏曼考虑一番后 最终决定将公司所有的资源 都投入在之前期化的五人组合男团上 而这个时候的练习生是 就这样在1996年9月9号 以苏曼企划宇佣景作曲的HOT出道了 HOT一出道就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而在后续取Candy爆红后 陷入危机的公司也完全复活了 之后在1997年SCS 1998年西乃 1999年Fly to the Sky 2000年普瓦连续取得成功后 公司也进入了稳定的阶段 之后在1998年SCS进军日本 2000年 HOT在北京举行了 韩国歌手在北京的首次独立演唱会 奠定了SM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但是到了2001年 以苏曼因挪用公款等嫌疑 遭到检方的调查 逃避到美国去了 SM娱乐就由金庸武接手管理 而从这个时候开始 SM娱乐迎来了黑暗期 在没有失利的金庸武体制下 SM娱乐推出了Milk 辛比 伊萨元吉恩 Black Pit等团体 但是都没有取得显眼的成绩 SM的股价也是持续下滑 要不是普化一个人 在日韩两国拼命地给公司盈利的话 SM娱乐在这个时候 就真的要倒闭了 之后 以苏曼被特别赦免后回国 马上就辞退了金庸武 让金庸武成为了新的代表 在以苏曼回归 金庸武上任为代表后 SM娱乐在2003年 推出了同胞新技 开启了第二代爱豆时期 之后在2005年 去Potinia 春桑记忆的Grace 2007年 苏女时代 2008年 下一年 2009年 FX都相继成功后 SM娱乐再次迎接了全盛时期 但是到了2009年 SM娱乐遇到了第三次危机 同胞新技的金庸武 Pak G-chan跟金君子三位成员 因不满奴隶合约 退出了同胞新技 在加入别的公司后 以JYG再次出道了 然后在日本的AVX公司 开始担当JYG日本活动后 突然就终止了 FX原本担当的 SM歌手的所有活动 因此PoA同胞新技 在日本的活动也全面停止了 可就在这个时期 SM与世界 也因为专机市场的问题 产生了纠纷 导致SM旗下的艺人 将近两年都没有参加CJ的节目 在MNET的排行榜上 也看不到SM的歌手了 或不担心 就在这个时期 Shu PoJunior成员抗音 发生了暴力酒驾事件 盘更引起了专属合约纠纷 2009年 SM娱乐再度陷入了危机 但是突然降临的这个危机 因为虽然世界的起 错了吗 Shu PoJunior 嘘里嘘里 Shiny 俱列 玲丁董的连续爆红后 非常戏剧性的给克服了 然后在2010年 虽然世界透过Universal Japan进入日本 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后 ABX突然以节外界的搜索公司 与暴力团有关系为理由 终止了节外界的日本活动后 重新制约了SM歌手们的活动 之后两人同胞心肌 在日本也获得巨大成功后 SM娱乐再度登上了 韩国第一经纪公司的宝座 然后在2012年 SM娱乐推出了男团Exo 自此开启了三大idol时期 接着2014年8月推出的女团Redweber 也获得成功后 公司再一次迎来了全胜时期 但是 这个时期 SM娱乐连续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2014年 徐坡俊尼亚队长一次 发生了悲惨的家族事件 Exo中国成员吴亦凡 露汉的专属合约诉讼 从今世代成员Ceshika的退团 FX成员Sully的停止活动 以苏曼会长的逃税疑惑 以苏曼会长夫人的失事 对于SM娱乐来说 2014年是最糟糕也是最残忍的一年 然后到了2015年 从穷乡的搜索专机开始 Exo的Call Me Baby Hua的先公开曲Who are you 从今世代的Party Lion Heart等 都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 2016年4月9号 NCT出道 到了8月 King Game Home合约到期 退出了Shop Virginia 暂时停止团体活动的策略 也转型为演员 退出了FX Exo中国成员黄子涛 也提起了专属合约诉讼 退出了Exo 然后在2017年12月18号 夏英尼穷恨离开了我们 2018年 索专系列的部分成员们合约到期 加入了别的公司 下一年Exo部分成员们入伍 HOT已完全体举行了演唱会 2019年10月 Sherly离开了我们 然后在2020年10月26号 SM推出了新人女团Aspon 而Aspon在2021年1月17号 出道第61天 就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成为继从业系列之后 时隔14年 以出道曲拿下一位的SM歌手 2015年5月 NCTTV里HotSauce创下了 SM娱乐首次的首张专辑销售量 突破100万张的耀眼记录 2021年5月24号 SM娱乐将本公司以及子公司 都搬进了收尔属速动 开始了属速动时代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